然后再接着最后还有一个形容词的位置这件事 那像形容词的位置这件事 之前咱们是不是也学过 对吧 那在哪学过 是不是在初级讲到形容词时候就讲过 那只不过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啊 那原来初级的时候 我说那你看到慢慢的 你自己就能够有感觉了 现在希望大家来给我讲了啊 你应该特别有感觉了才对 那像这个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这个位置的话 那这怎么来看的呢 这是 那你想啊 那形容词是不是给大家分成了两类 一类叫做限制形容词 也叫做不定形容词 另外一类还记得吧 叫做性质类的形容词 什么叫做性质类的形容词 是不是名词自身的特点来决定呢 好看的难看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这是不是都是名词自己特点 那么什么叫做限制类的形容词 或者是叫做不定形容词 不是名词自己能够决定的 它是不是就叫做什么样 不定形容词 是这意思吧 那像这个限制性性质类的形容词 那它修饰名词要放在哪 名词之后 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 那你肯定会说 对吧 然后像限制类的形容词 也就是不定形容词 比如说很多姑娘 那是姑娘自己能决定的吗 不是吧 是不是外边给她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限制类的 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它修饰名词 只能放在名词前 所以说很多姑娘 咱是怎么说的 是muchas chicas 是这意思吧 然后再有 像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位置 咱们说一下性质类的形容词 是不是一般都是放在名词之后 它是不是也能不能放在名词之前 也可以 这指的是性质类的 性质类的 那限制性的就只能放在名词前了 这说的是性质类的 那一般放在名词后 那放在名词后 这是不是正常情况 表示的是什么呀 客观的 也就是事物本身的性质 那比如说乱七嘎瓜吧 谁大样欲望这姑娘 她就好看 对吧 那如果要放在名词前呢 是不是加上说话人的感情色彩的 是不是对于说话人来讲 这个姑娘是好看的 所以说你说话得讲究 能明白吗 这意思吧 放在名词后是客观的 是性的 真相 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放在名词前 是不是就是主观的 对于说话人来讲 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形容词 放名词前后 性之类的形容词 直接修饰名词 放名词前后 是不是意思差的还挺多的 比如说 给大家之前举过一些例子 那这个是不是性之类的形容词 放在名词后了 它是当什么讲 是不是一个大国 这是主观的客观呢 是不是正常就放名词后 这应该是什么 客观的 对吧 那这个大致的是啥 谁看都大 是不是国土面积啊 人口啊这些 那如果说的是什么 那是不是他放在名词前了 这是个大国 那这个大指的是哪种大 对于说话人来说 它是个大国 在我眼里头 它是大的 指的什么大呀 伟大 对吧 好 再比如说 es un profesor nuevo 和 es un nuevo profesor 这两个翻译成中文 是不是都是 这是一个新老师 这是一个新老师 此心非彼心 俩心不一样 对吧 那如果你要说 es un profesor nuevo 那谁看这老师都是新的 那他之前讲过课吗 没有 你们就是小白鼠 那如果要说 es un nuevo profesor 是不是对于说话人来讲 也就是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讲 这是一个新老师 指的是什么呀 投一回见面的老师 那么人家教过课吗 教过啊 好 再比如说 再举一例子 es un niño pobre 和es un pobre niño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这有俩意思 一个是穷孩子 一个是可怜孩子 哪个是穷孩子呀 是不是第一个 看起来就破译烂山的 对吧 那后边这个呢 是不是在我眼里头 它是可怜的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es un amigo viejo 那你这会怎么理解 这是一个老朋友 对吧 那要是说 es un viejo amigo 还是一个老朋友 这俩老是一回事吗 是不是不是啊 那如果要是这个 es un amigo viejo 指的是啥 是不是谁看都老 白发苍苍的老年朋友 对吧 那如果要是说 es un viejo amigo 这指的是啥 是不是对于 这是不是对于 说话人来讲 这个人是老的 那指的是 认识时间长 有交情的朋友 老朋友 能明白这意思不 好 这就是这个形容词 直接修饰名词的位置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形容词 首先你要给它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 限制性的形容词 一类叫做 性质类的形容词 限制性的形容词 像什么多呀 少啊 所有的呀 直接修饰名词 都是放在名词之前 对吗 那性质类的形容词 修饰名词 都是放在名词哪啊 是不是都是放在名词的 后边 对吗 然后再还有 还要知道什么 性质类的形容词 放在名词前 名词后 稍微有点点区别 正常呢 是不是都是放在名词后边 指的是什么呀 本质 那放在名词前 是不是加上 说话人的感情色彩的啊 然后再有 像这些形容词 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是不是会有 短尾的情况 那哪些形容词有短尾 那是不是给它 大家分成是两种 一种是在 单数名词前短尾 对不对 比如说像 grande和 那这时候这个名词 分一样性吗 不分 一定要记好啊 不管是阳性单数 还是阴性单数 只要它是在 单数名词前 那它就短尾 比如像 grande和 那咱们原来 见过 un gran país 这是不是一个 伟大的国家 旁边这个 la gran raja 记得吧 the great wall 这是不是长城啊 那你看 那是不是 这是一个阴性 单数名词 它也是要短尾的 那再有 是这个词 特殊的用法 它是不是当什么 我们想呀 是不是任意一个的 那它放在 单数名词前 都是谁 guaguer 只要它放在 单数名词后 都是谁 guaguer 对吧 比如说guaguer dia 这啥 任意一天 guaguer persona 任何一个人 那像dia 这是不是阳性的 persona 这什么性的 阴性的 但是只要它 放在单数名词前 是不是它就干嘛 短尾 好 那是不是除了 在单数名词前 短尾 还有一个更苛刻的 是不是在阳性 单数名词前 短尾的 那它都有谁呢 是不是咱们见过的 会有这些词 对不对 bueno malo alguno ningguno primero tercero 都还记得吧 好坏 alguno 是某一个 ningguno 是一个都没有的 primero 是第一 tercero 是第三 咱们是不是见过 这些形容词 是在阳性的 单数的 名词前 短尾 那如果它要在 阴性 单数名词前 正常 buena 它要在阳性 附属名词前 正常 buenos 阴性 就是buenas 比如说buen viaje 是不是旅途愉快 这是不是 biaje 阳性 单数名词 你得短尾 再比如说buena suerte 这suerte 是阴性的名词 那你是不是就得 好好的呀 祝你好运 再比如说algun dia 是不是某一天 那要注意alguno和ninguno 它短尾完了以后 是不是它重音 肯定不会变呢 原来不短尾的时候 alguno 重音在哪 go上 那这个是不是就得 加重音符号 然后再接着ninguno 重音也得在哪 go上 那短尾完了 是不是ninguno 这俩要加重音符号 algun dia 这是不是某一天 然后下边这个ninguno alumno 是不是一个学生都没有 对吧 好 那再比如说像primero 它是不是会短成谁 primero 是不是把o去掉 el primer piso 是不是一楼 那如果要说三楼呢 那是不是就啥 el tercer piso 所以说grande和guagira 这俩是最特殊的 只要放在单数名词前 不分阴阳性 都要短尾 那像这六个呢 是不是在阳性 单数名词前短尾 阴性单数名词前 或者复述名词前 就正常了 好 到这形容词 就给大家总结完了 15克的语法 也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重点就在于 一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虚拟式的 在逐语从据当中的用法 再有一个就是 无人称聚和斯福被动据 要分清 形式 然后样子 要求都要记住 然后再有 是不是讲了一个 jevar 加上时间 再加复动词 表示花费多长时间 做什么事 最后又给大家复习 总结了一下形容词 你说的 的 并且 并且